马犬的优点如下 首先马犬的忠诚度高 通常在不给马犬换主人的情况下 马犬医生只认一个主人 如果他感到主人遇到危险 会发出肺叫声 然后立马冲上前保护主人 其次马犬的服从庆好 主人平时可以 对马犬进行训练 时间久了 他就可以根据主人的指令 做一些动作 最后马犬的警觉性高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可以对马犬进行专业的训练后 让他成为工作犬 如缉毒犬 警犬等 马犬的缺点如下 首先马犬攻击性过强 如果是主人带他出去 最好给他戴上嘴套 并且要用绳子牵好 否则可能会导致马犬出现 误伤别人的情况 另外马犬的精力旺盛 所需运动量会比较大 平时主人要多抽出时间 带他出去玩耍 否则可能会出现 抑郁 脾气变暴躁等的情况 对马犬的看起来